大家好,歡迎收看這個賽馬報告,我是主持世榮 天氣開始轉冷,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穿多件衣服 菜果亦都很冷,剛剛這個星期日 泥地賽事,真苗星,都靈紅星那些都非常冷的菜果 爆了一些大冷出來,在草地才賽果比較正路 今次國際騎士邀請賽就有9場賽事 裡面有4場都是國際騎士參與其中的 由季初到現時為止,大熱門勝出率是29% 相對三甲率是62% 我們一起看看國際騎士邀請賽的沒有天氣先生 但是有堅仔的預測吧 可以見到盡著時,如果那場四班的一千米 遇到宿程之後找布達德 你沒想到他多9磅 其實這個騎士是法國冠軍騎士 15年和蘇明倫同界拿冠軍 之後16年也拿到冠軍 有部速的話,這份馬宿程很容易追到 另外就是好甜橙 他三班也贏過 現在減分落55分 同他53分找陳家希減榜的時候 已經差不多分 雖然富榜不一樣 但是馬坤是大師傅一樣都會夠贏 如果部速慢的話 好甜橙三甲機會相當高 因為他都是路程專家 而如果大家認為好甜橙會放快 後上進爵士也可以考慮 當然兩匹都是實力馬 很大機會一Q回來都不出奇 大家臨場就可以看看賠率再作決定 好了,今次賽馬報告差不多了 接下來希望大家訂閱這個頻道 我會有不同的節目送給大家 多謝大家收看,拜拜! 多謝大家!